哈囉 大家好 我又是小柄啦 小柄的時間 喔對 我今天要教 就是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剛才上傳的 那種 一張平面的圖形 讓它呈現有點 模擬3D的效果 模擬你3D 首先 首先 我們可以去找一張圖片 圖片就是 JPG檔 找一個圖片 讓 找之前我就是建議 找圖片 像我剛才做的 就是盡量是以 一個主體 然後一個單純的背景 為什麼呢 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 接下來 我找了一個 輔大圖片 先開啟Photoshop 這大家應該都會用吧 好 現在開啟就檔 開剛才那張圖片 在那裡 喔在這 開啟就檔 有沒有 這是 輔大門口吧 對門口我也忘了 真糟糕 首先 我們 丟進來 開啟就檔 剛才開啟就檔 把圖片開進來後 我們 在背景這個地方 右鍵 滑鼠右鍵 複製圖 按下去 它在問你要不要 要為它取什麼名字 那我就懶得改了 就叫拷貝吧 確定 好 拷貝出 你看它現在有兩張圖片 那我們在拷貝的這張圖片上 我們用 鋼筆工具 應該路徑 我相信它叫什麼 筆形工具 筆形工具 在這 用筆形工具 首先 我們今天做這個動作 就是要 把每一個 你要讓它有點 動態效果的 一個物體 分 就是把它 獨立出來 好 像我們先從 最前面的開始 最前面就是這個 福人大學 對 好 我們現在就 用鋼筆工具 把它 分 別出來 好 大概用一下 因為很懶 好好好 好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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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好 嗯 吹毛修士的人 可以 非常努力的 去 對齊這些 嗯 邊邊角角 好 現在我把它 框出來了 用 路徑 這個 剛剛那什麼筆啊 筆形工具 把它框出來了 好 我們現在在它上面 框出來物件的上面 右鍵 有沒有看到一個 製作選取範圍 製作選取範圍 按下去 它就會問你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個範圍啊 當然就是用內建的 這裡就用內建的 不用去設定什麼 除非你有覺得 嗯 可能旁邊 太粗糙 就是太 精細的 看起來很假 那你可以設一點餘化效果 好 這時候按確定 有沒有它就選取你剛的 剛才所選取的地方 這時候用這個 舉行 隨便 反正就是 選取畫面工具 點下去 在這個 剛選取的 物件上面 按滑鼠 右鍵 選一個叫做 減下的圖層 按下去 這時候你會看到這邊 有沒有 這物體被獨立出來了 我們把眼睛關掉 有 有沒有 它被獨立出來了 可是我邊沒有修得很漂亮 因為 我很懶 好 那也不是這麼說啦 呃 就 你們開心就好了 呵呵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 浮人大學的這個 呃 什麼 墓碑 欸不對 校徽 獨立出來了 好 接下來 嗯 我們說過要把 一個獨立的物體 就是把它 獨立出來 那 你看現在 還有哪一個物體需要獨立呢 嗯 這個嗎 不對喔 因為 我 之前有做過就是把 看到眼前 只要是一個物體的東西 把它獨立出來 可是我發現 這個東西 它是黏在地上的 如果你今天把這個做動態效果 它這個會這樣動 然後馬路可能會旁邊移 這個就變成幽靈在那邊飄飄飄飄飄 呵呵 這個也可以啦 嗯 你覺得這個很有 藝術感 那就這樣做吧 呃 我就是 嘿 我 我也不會形容 好 好 一樣 接下來 我認為 這棟建築物 跟這地板是連起來的 它也算是一個獨立的物體 那我們就 把它獨立出來吧 一樣 在最下面的背景 花鼠右鍵 一樣 複製圖成 拷貝2 我懶得取名 你可以取個2 那個取個1 都可以 開心就好 搞得清楚 哪一個是哪一個就好 按 確定 確定之後 嗯 看到了嗎 它又拷貝出來了 欸 可是 這時候你要注意它的排列順序 像 現在是墓碑在前面 那墓碑 不是墓碑 啊啊啊啊啊啊 校灰 校灰當然就是放在最上面 那我們的 校園 就放在最下面了 好 現在校園放在最下面 一樣 用我們的 我一直忘記這是什麼 筆形工具 對對對筆形工具 好 我們從一樣開始把它框起來 1 1 2 好我要快速了 我懶得用 等一下後面是有做3 隨便啊 太細了 欸你們做事不可以跟我要 隨便隨便 要努力 細心 用力的 把它完成 像這裡 你看不到的地方 你就大概選取一下 因為等一下你就知道 那裡該怎麼處理 像這裡 你看喔 就大概一下 跟旁邊這邊對齊就好 好 之後是下面的地板 結果來 好 一樣 在上面滑鼠右鍵 製作選取範圍 內建 確定 選取出來喔 這時候一樣 使用 選取畫面工具 右鍵 找找找找找 剪下了圖層 它也被獨立出來了 在這裡有沒有 你看我們把它關掉 它這個 校園就被獨立出來了 Perfect 很好 這時候 嗯 你有看到這兩個拷貝的東西 裡面的缺缺口 就是我們剛才把它獨立出來 那這些東西其實可以丟掉 比較不會佔你的記憶體 那我們就把它丟到垃圾桶 放開 它就出去了 這個也一樣 放開 就出去了 好 那我現在就是 有兩個 一個是前面 一個是後面 校圍 校園 對 沒錯 很好 可是 嗯 好 你看喔 我們現在看校園 校園你看 他前面被 前面 那個校圍擋住了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 嗯 這時候就要用 這一個弓寫 仿製印章 好 點下去 一樣 用Auto 在點選你要的圖層上面 用Auto 有點太大 點 你要改 這個 範圍的大小 好 那就是滑鼠右鍵 把尺寸 調小一點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按住Auto 吸你要的範圍 點滑鼠左鍵一下 吸 有沒有 它就可以蓋過去 就可以騙人 哎呀 這個十字架很討厭 沒關係 這裡不一定要很 很像很像很精緻 但是越像越好 可是就是不用到它那麼細緻 因為到時候這一塊是被遮住了 可是 為什麼要做這個步驟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等一下是動態的 如果你後面冒出這個墓碑 它就會 疊在一起 就會跑出 兩個 我怎麼一直講墓碑啊 反正就是跑出兩個笑灰 這樣做起來是 會讓人知道 喔 這只是兩張照片疊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對 好 這裡就跟大家聊個天吧 因為這有點 隨便 對啊 像這裡 啊對 我也還要講解就是 嗯 我要講解什麼 啊對 我剛剛要說的就是 欸 如果以 這是找現成的照片去做的 那如果 嗯 以後 你們是要 出去外面拍 打算回來就是 想要玩這個效果的話 欸 我可以建議就是 在拍的時候 你可以先拍個背景 拍個背景之後 再拍個 欸 再拍個那個什麼 喔 還沒講完就做好了 大概就好有沒有 很像吧 應該很像吧 好啦給我個鼓勵嘛 我剛剛要講的就是 因為你在外面拍效果 因為我們現在的 這個 意思就是 我要做 一個 一個物件 一個物件 我等一下還在做一個天空 三個物件 那如果你今天是在外面拍完照片 想回來做的話 我可以建議就是 腳架放著 先拍一張背景 之後人再進去 然後 嗯 物體也可以 再擺進去 或者如果那是 定在那邊的 那也沒關係 那就定在那邊 因為 在這種 剛才我要獨立物件的時候 人是最麻煩的 所以如果說 嗯 人 因為如果你知道人 你要再把背景用 用紡織印章去做 會很難做 非常的難做 很難去做到說 很乾淨的效果 是可以 可是非常的累 所以 我建議就是以後 如果出去拍照 想玩回家 欸 做個小特輯 我今天出去玩特輯 那是這種3D動態 你 你3D這種動態 的照片 的一種影片 我可以建議就是 一張背景 再一張是人 回家用Photoshop 把人 獨立出來 再把兩張照片 我們等一下丟到AE裡面去做 錄不懂 可以再問我 我講的 應該沒有很抽象 好 繼續 背景 我剛剛說 我們要再把 天空也獨立出來 對不對 好 我們先把這張關掉 看這個 有沒有 天空 因為第一個物件就是 校徽 第二個 校園 那當然第三個 一定要個天空啦 天空就是我們的背景 好 一樣 複製 圖層 其實 這個步驟 不用再複製了 我們可以直接在這張圖上面做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我們直接 把這範圍 仿製出來 就好了 你看喔 好 開始了 一樣 防止印章 先用天空 仿製上去 哎呀 又跑出去了 好 不講怪怪怪的 哈哈 好啦 沒關係 我們不用說整張都是天空 因為 我們前面有一個 建築物的物件 幫我們擋住了 下面這些 嗯 需要 怕穿幫去背的 物件 所以說我們只要把 上面 大概 的部分 我們把它做 做 這叫做 仿製印章的效果 讓它覺得 這後面看起來就是一個 背景的那種感覺 這樣就可以了 大概就好 就是不用到全部 也是可以全部啦 你想這麼搞剛的話也可以 但是為了節省時間 這樣其實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有沒有 天空 嗯 這種 建築物 絕對不是墓碑 好 就是這三個物件 我們獨立出來了 用Photoshop 應該有 比我更熟練的人 加油 你辦得到 好 現在我們把它另存型檔 不要儲存檔案 你儲存檔案 會把這張圖片存起來 另存型檔 存成PSD檔 我們取個名字叫 FJU 好 存檔 存在桌面 這個就按確定 好 這樣縮小 我們來到AE吧 AE AE 好 這是AE的介面 很棒 有點複雜 剛開始都是這樣 我也是 玩了很久 大概懂一些效果 好 首先我們到File File就是檔案 大家應該都 英文不錯 好 File 進來 看到有沒有 Improve 就是置入 把檔案置入 File 置入 點下去 看到桌面 找我們剛剛存的檔 我們剛剛呢 叫FJJJU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PSD檔 點下去 先不要按開啟舊檔 這裡 Improve as 我們把它變成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的意思就是 它要獨立成一個專案 直接進來的時候 就直接做成一個專案 那我們當然就直接進來做專案 就不用那麼麻煩 按開啟舊檔 這裡它都是內建 就是內建 的設定 按OK就可以了 有沒有 它就做成一個獨立的檔案 好 我們 不是獨立的檔案 獨立的專案 那我們在專案上面點兩下 有沒有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 我們剛剛 三個塗層 它直接置入進來 很方便吧 好囉 重頭戲來囉 要讓它動囉 這時候 我們選擇3D效果 有沒有看到這個 3D Layer 就是一個正方形 3D的正方形 在這邊 把三個塗層都打勾 它也不是打勾 反正就是 它意思是打勾 就是說我現在這三個塗層 我都要做3D的效果 好 這時候都有了齁 好 接下來我們到 Layer New 裡面有個 Camera 就是我們的鏡頭 點下去 這是新增一個鏡頭的意思 這鏡頭就是 我們可以在這一個 二維的畫面裡面 做你想要運鏡的動作 當然也不是說 我今天想在裡面拍什麼 就用這個拍 真的有點深喔 因為我 我用了這個鏡頭的 次數沒有很多 通常都是 我做一些 Rune In Root 有點 立體的效果 我都會用Camera加3D 就會有那種 比較立體 不會很死板的 Rune In Root 下次可以示範一次 那我們現在先選Preset 我們選35mm Mini 是Mini嗎 我也不知道 隨便了 好 OK 有沒有 我們新增一個Camera進來 這時候 好玩的來囉 看到有沒有 我們剛剛 設定了3D 它這邊 點這張圖層 點這個 我們獨立的出來的第一個圖 你看它有一個 X軸跟Y軸 因為我們剛才點3D 所以它多一個利軸 在中間 你看喔 它可以這樣 拉出去 拉回來 拉出去 拉回來 是不是有點噁心呢 一直都是很噁心 好 這時候 嗯 我們就是 先把 Background 拉到最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 Rune In的時候 它那個照片 才不會因為 不夠大 然後就冒出這個黑邊 那我們把它 用利 不是Rune In 就是利 利軸 把它縮到最裡面 縮到最裡面 縮到最裡面之後 我們點這個 它的Scale 就是 放大縮小的點 我們把它 滑出這邊點著 把它拉大 拉超出去沒關係 只要能 吻合螢幕就好了 這樣子 天空就夠大了 好 這時候 嗯 我們就要在 CAMERA這邊 這邊 有一個小三角形 有沒有看到 點下去 它這邊就有 兩個東西 兩個 不是東西啦 就是它的指令 好 我們再點 Transform 也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Possession 它的位置 跟Point of Interest 這兩個 今天主要在這兩個地方 我上次 嗯 應該有些人聽過 就是 這個 Timer 就是 它是一個 計時器 它的意思就是說 好我今天 第 剛開始的地方 我要 做 開這個 效果的開始 我們剛開始 就從0開始 好 那我們今天到 到這個 6 就好了 第六秒的時候 第二 六秒的時候 我要用這裡喔 注意這邊喔 You need to come true CAMERA TOO 這邊 滑鼠左鍵點著 就選項可以選 那我們今天就是 像 欸 最下面 這個 我一個一個介紹好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的CAMERA 像 HOROBI就是旋轉 Track就是 上下 前 後 左右 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 想要 升進校園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就是用Tracks D CAMERA TOO 力軸 有沒有 我們力軸就是 RUN IN RUN 要是 升進去 跟 放遠 那種感覺 好我們今天選這個 在第六秒的地方 用這個效果 在CAMERA這一個圖層上 滑鼠左鍵 點下去 去推 好 這時候你看到 有兩個局點 代表說 我到這個位置 我要到這個效果 它就 往前面推的效果 好 你看喔 前面 沒有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開始跑 有沒有它就 往裡面 伸進效果 那這時候説81 奇怪 怎麼沒有很3D的效果 現在獨立的物件 我們獨立的物件 現在有RUNIN 如果他效果 那我們獨立的物件 像圖層ⅴ 這一ige 我可以去用這個 Sellation 選取工具去點它 我們可以 推推推推推 推外面一點 讓它 每一個洞的那個速率都不大一樣 這個推開一點 Roon in Roon out 然後播放 Yes 可以再3D一點 這就是要 去微調每一個效果 像在圖稱 就是你要去微調每一個 物件的位置 它會 像我調X軸 Y軸 會看就是要自己去微調每一個步驟 不是步驟 每一個物件它的位置 調XY跟力軸 去調它的位置 它會形成就是 三個物件有快有慢 而形成那種 尾3D的交錯感 再試一次 因為它現在有點同步了 就是 感覺只是 我們把那張照片放大放大放大 放大那種感覺 好 看一下喔 3D Roon in Roon 那我們就從 應該是 運鏡的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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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這邊要多選的話 按住Shift 你可以把它刪掉 我們可以從運鏡 那我們今天 用XY CAMERA這個 試看看 嗯 從 我們從這樣 對啊 運過來的話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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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穿幫 斜角這樣運 往左下角斜 這時候你看到 這個地方 它會 嗯 這叫什麼 天空不不大 那其實我們這邊可以 在天空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再把它Scale 記得要用選取工具 把它Scale 拉大拉大拉大 這樣就填滿 好 這時候看一下 還是沒有那效果 非常好 看一下喔 嗯 嗯 Roon in Roon out 應該不是這裡的問題 我們要微調這個 嗯 嗯 嗯 圖層1的 X D軸 數率不一樣的話 有有有有有有 就是你要把每 好 你在第六秒 我知道 第六秒 你每一個物件 你要去 把它的那個 出現的那個 時間點都不一樣 像我可能 第六秒 這已經不見了 那表示 這一塊 這六秒 它這個速率是很快離開的 那我們再圖層2 這個效圓 那我們要 不要讓它那麼快 跑過來 靠近那麼快 那我們就是把它 拉遠一點 拉遠一點 它這樣就比較慢效果 這樣就會一個 一個快一個慢效果 這樣就會有那種 比較立體3D的效果 我們來試看看 好 等一下 這樣 現在效圓 有沒有 第一個 不夠大 那我們一樣 8Scale 拉大 拉浮了螢幕 好 看一次 有沒有有沒有 它就一個快一個慢 只有那種 Rune in Rune out的效果 好 這時候就成功了 它中間 不好意思 有一點不是很熟練 我現在就是 教你們怎麼輸出 Compensation 有沒有看到 Compensation 點下去 按 Pre-Render 點下去 這就是輸出的一個介面 輸出的介面 很多東西可以調 我主要教你們 大概怎麼調 檔案輸出不會 非常的大 因為這些都是特效的影片 它輸出 如果你輸出AVI 有時候可能 十幾G 電腦可能爆炸 現在 好 我教你們 輸出看 點這一個 Constant AVI 它 一般設定就是 AVI 可是我們今天 不想輸出AVI 因為 它是特效影片 輸出AVI 太大 我們就點它一下 花束指定 點下去 Format 輸出格式 三角形 點下去 有一個 QuickTime Apple的QuickTime 它這次 我認為是 畫質 最原始 而 檔案不會 太過巨大的 一個 檔案格式 它輸出是 NOB 應該大家都知道 那有時候我們 可能輸出的這個特效 我要保留它裡面的聲音 那記得要按 Audio Output 可是我這次照片 我沒有聲音 然後就不用 記得喔 如果你真的不要 那盡量是點掉 因為 這也是很佔空間的一個問題 按OK 然後我們看到後面 Audio Output 就是我們要輸出到哪裡 點下去 桌面 我們想吃到的桌面 那它的檔名 通常是以你丟進來的 這個 專案的名字 為檔名 這時候按下Render 輸出 後面是 我就沒有剪掉了 大家可以用Premiere剪 或者是 在這裡 把這個 你要輸出的位置 拉 拉到你要的位置 再輸出就好 好 今天就要到這裡 我們看一下成果 好 有沒有 有那種 往裡面 往裡面那種深入的感覺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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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